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辆车可以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它绝对算得上是来自中国品牌的一辆豪华车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为一辆豪华车来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驾驶的氛围 或者说是这种行驶的氛围 那么这种行驶的氛围呢 分为几个维度 首先第一个维度就是 你一定要考量它的动力总成的水平到底如何 豪华车动力总成的需求就是 你不一定特别有爆发力 但是你一定要有动力储备 在需要动力的时候 你能够释放出来 能够非常从容的超车 我觉得这是豪华车必须的一个能力 那么这辆车这台3.0升的机械增压的六缸发动机呢 绝对做到了这一点 虽然我不会用这种爆裂来形容这台车动力输出 但是它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肉 它整个这种动力输出是来的非常迅猛 且源源不断的 这种感觉我觉得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并且呢通过这台8AT变动箱 把动力传递到车轮上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这台8AT整个换挡动作是非常轻柔的 这也是豪华车必备的 另外就是它对于驾驶员意图的理解是非常准确的 就是你深一点踩收一点油的时候 它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所以说这套动力总成的表现 我觉得绝对配得上豪华车这个称号 那第二个维动呢就是悬架的表现 这辆车的悬架呢采用了这个气动的悬架 它有各种高低啊软硬啊都是可以调节的 毕竟它有好几种驾驶模式 Auto啊Eco啊Comfort啊Sport 并且它还有这种地形的反馈系统 你可以调节它的这种悬架的高低啊 比如说这种越野模式啊雪地模式啊 包括沙地模式 还有Individual模式就是另一模式 所以说它这套悬架的功能性还是很强的 那么它实际的表现呢 我觉得也是符合豪华车的一个定位的 就是它对于这种小的颠簸起伏啊 化解起来都是非常从容非常舒适的 在唯独面对一些比较大的比较突然的起伏 比如说减速带或者说是突然挖下去的一个井盖 这种化解起来呢就会稍微有些生硬 如果在这方面做的再好一点的话 那这套悬架的表现就堪称完美了 那第三个维度呢 我觉得对于豪华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它隔音的表现 那这辆车隔音的表现呢 我觉得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就是你坐在这儿就会有一种和外界的隔绝感 我觉得能做到这种有隔绝感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说这辆车能够做到这样的水准 我觉得也对得起豪华车这个身份 除了动态方面的感受 我觉得配置层面也是豪华车一个非常必要的考量标准 那这辆车呢显然不会让人失望了 可以看到几乎你能想象到的配置它都有 除了已知的咱们会用到的一些 比如说座椅按摩这辆车是没有的 但是呢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防火盘加热 自动大灯 自动空调等等等等 所有的什么PM2.5 包括电子手刹 包括什么全液晶仪表它都有 而且这辆车还有很丰富的主动安全配置 所以说这辆车的配置我觉得是挑不出来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而且还有就是它内饰整体的这种质感 这种材质的使用我觉得还是很下料的 当然了有一些细节如果坐在优化一点的话 整体它的这种档次感会更好 你比如说一些细节啊 就是这些按钮上的字体 包括这种质感 如果再能提升提升的话 那整个内饰的档次感就会更强了 最后呢就是这辆车的设计 整个的设计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气场的 因为首先它的尺寸够大 它的个头在那摆着呢 还有就是它中网的这个个头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这应该是最近我试到过的中网尺寸最大的车了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唬人 另外就是它这个红旗的这一抹红 整个看起来呢也是素然起敬的一种感觉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点 就是在它发动机盖上的这一个红旗的装饰 整个呢我觉得凸显它身份是一方面 另外我觉得对于驾驶者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豪华的车的车标 都是坐在车里就能看见的 会给驾驶者很大的满足感 我觉得这个也是同样 缺点这辆车也是存在一些缺点的 你比如说它的一些细节处理的还是有提升空间的 包括之前说的字体啊 还有包括它的那个虽然已经达到20英寸了 但是放在这么巨大一个车身上 还是比较显小的这个车轮啊 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后排的空间 我把第二排座已经推到了最后 但是它整个的这种空间表现呢也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些都是它可以提升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这辆车是属于定位非常准确的那种车 就是它的目标用户群呢 范围相对就会小 是因为假期的达邀达到最后 就会这样说它可以使你 我怕水就会有认识 就是为了邀请 这些什么车所掌握的 非常幸福 非常准备 对